你高谈我扩轮 欢迎来到高谈扩轮聊天室 各位乡亲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高谈扩轮开工赏 因为我也是想说 之前有人说 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台机没人 回来所以这个事情 我是真 真这样care 所以我就想说 要来联系一下 我们很幸福请到一个 很浪漫级别的来宾 之前我们也请过几个专家 像是正常的两位 就是这个 无定公告书 还有对高文贴很有研究 一直对着着的一个丹准函 我们也请过这个 央西亚社运的专家 然后刘仲毅教授 那更是数学的专家 然后他也是非常 就是对论文们有非常 一番独到的见解 铿锵有力 这样我们也是非常敬佩 那今天我们就是 也请到一位 非常厉害的专家 之前我其实小时候 对小时候 就蛮常在电视上听他 在评论 然后就觉得说 非常的敬佩 就是我们游盈龙教授 他是民调专家 统计学的专家 那么今天就请他来 跟我们分享 许多关于民调这方面 尤其是蔡英文女士呢 他最近的一些接触度 还有就是说 面对疫情 台湾人有什么样的一些 不同的反应 那我想我 主持人不要讲啊 另外我就是 邮教授应该 never 所以 rarely听啊 所以我的年纪 应该跟你差不多 却主持人 OK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游教授 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那所以我想说就是因为您好像也是 就是我们是觉得说好像蛮常看您在出现的 那就是会想说您的这个背景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让您对于统计啊或者是对于民意反映这方面 当时是怎么样引起这个兴趣的 简单的讲 这个民意调查 这个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里面 最精华的部分 那严格来讲 就是当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者在内 开始用科学的方法量化的方法去有系统的 去调查研究人类的行为 那时候主要是在讲 消费者的行为了 但后来有人就把它转换成为针对 试调啊或者转换成为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态度的研究 那从那时候开始1930年代 事实上1920年代是芝加哥大学开始发起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革命的年代 我大概是承接这一个1920年代以来 1930年代所奠定起来的到现在为止 这样的一个学术的传统 这个学术的传统就结合了 比方说研究我们现在讲的民调的一些结果 其实是关于台湾人的一些政治态度和行为 政治态度和行为要如何去研究 民意调查变成是一个最迅速 最精准最有效的一个科学方法 那它背后除了有政治学 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 还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民意调查其实是一个科技整合的产物 我说interdisciplinary 这个三文 所以它要去研究民调、民意调查 理论上讲应该要具备多方面的科学的背景 才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人类行为的现象 能够理想掌握 所以其实您当初是 对您而言是 本来就对这种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东西有兴趣 然后研究之后觉得台湾人应该是可以走向台湾人自己出头的方向 还是说您原来就有很深的台湾意识 然后还觉得说透过民意的研究去探讨台湾目前的现象 我再把这个时间的脉络稍微拉近一点 我1975年进台大 那时候就是政治系 因为从美国回来的学量化方法的这些教授 所以他们开启了台湾首次对于一般民众的政治态度的研究 我是那个时候追随他们 我是那时候1977年我记得 我现在闭起来 1977年好像很久很久 就是台湾长老教会提出新二独立国家那年 蛮久了 那一年接触这个政治行为科学的研究 所以严格讲起来从1977年开始 然后我经过台大政治研究所三年 我的硕士论文 就是在写这个投票学研究 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推到现在的2021年 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证过 我在这段时间我曾经我也因为 看不过国民党一栋专政 厉制 立志要来 研究国民党 所以打入政治 那是救我 救一年我回来 我去美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事情 他救我民党就打入民进党 这个民进党第一次第一次 第一次 参计对策委员会的自行政 那当时的参计是 是 就 单纯 就 接政 像我们理想 和科学的一个单位 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单位 那当时 林彌雄主席 他说 民进党政党没有在 集单位里面 他认为 选对会 做得最好 公开欧乐回 我自己是在美国 北卡罗兰娜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达到政治学博士的协位 这个学校 他的统计系是全美 Number Two 政治系也是在当时 在全美来讲 也不输给长春藤谋校的 这样的一个学术的地位 UNC Chapel Hill 是 如果 我这样讲 他是 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 他在1792年就创校 所以他 是非常古老的 但是非常 优质的大学 Anyway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因为今天 可能稍后会谈到一些统计的问题 我要稍微凸显一下 就是说 我出生的这个统计 这个政治系 UNC的政治系 就是一个 有严格量化 这个训练 并且有这方面reputation的一个学校 所以 简单的统计问题 对我们来讲 就是 都很简单 就是说 一般的统计问题 对我们来讲 都很简单 那我不会去自称自己是统计学者 我们是常用的 我们去apply 就应用统计的方法去 研究政治现象 到目前为止 虽然我在过程里面 我刚讲说1995年 我进入民进党 当 丹队伍的这行政 就是一个主观开心 领規我差不多 跟政委纪 我也跟政典 也不得到什么关系 就是 差不多25年 以上的政治的生涯 我也做过政府 就是说 有这个 那么 最重要的就是 对学生 研究这一步 我一直不敢回过 所以一直跟政委纪 2016年 这个 因为 已经看到 这个 台湾 要经历三次的政党 律序 所以 陆来 我就想说 要做什么事情 对台湾 是比较好 也 我还可以公平的东西 所以 我要 結合一件 医生分手 去业家 医生律师 这 集出的 爱台湾的这些人事 成立台湾民意 去政委 我觉得 我可以 吻用我的 专业的地域 定期 去研究台湾的民意 针对重大的问题 来了解台湾人的政治台湾 政策的公共 希望 这样来带同 社会对公共理大讨论 这样 政委纪也已经5年了 2年到5年了 所以 我们说是这个背景 所以 我记得当时 那个成立的时候 我还有在现场 对 我记得这样子 然后 英倫也在现场 对 然后 那个 就是 因为这5年来 我们也看过您的很多 那个 民调啊 然后就是也 也觉得还蛮奇怪的 就是说 好像 例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的初选 您也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数字 来给大家做参考 可是 后来当蔡英文 她利用 可能利用一些方法啦 无论如何 就是她初选 脱颖而出之后 也是后来 不知道为何 她的民调就突然 散生起来 我记得您那时候 还有一篇文章 用了所谓枯木回春 这样子的 形容方式 来说 这件事 才开始又有所改变 那您对于这整个 那个 五月年的这个 民调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看法 尤其是说 对于那个 整个这两年多来的 蔡英文现象 您是怎么样解读的 这样 嗯 我想 提了好几个事情 最主要你提到 2019年的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总统的 初选 那 当然 那是一段非常 惨烈的一个历史 惨烈 惨烈去 因为那个是 不是一个 选举 嗯 其实 很多人到现在 都还记得 都说 蔡英文 不要叫 本来是 法庆帝 遥遥領先 啊 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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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蔡英文 这是 很无疑问 不过 不过 因为 蔡英文 兼总统兼董主席 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 叫这个 民进党的 中集会 啊 都要去改变 游戏规则 啊 所以 游戏规则 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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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利的方式 啊 啊 所以 这说起来有的 党主席 不是你今天要訪問我 主要的 重点 啊 有机会 大家報告 不过 呃 结论就是说 那是一段 很 很 慘烈的一个 历史 啊 啊 他形容 赖清德好像是 一只 呃 獅子王 一只 年轻的 雄狮 被猎人 呃 呃 圍攻射杀在这个 荒眼上面 呃 被 被射杀的一只 呃 呃 雄狮 呃 啊 呃 呃 至于说 呃 呃 蔡英文的 這個 呃 呃 有人 說這個 817的 這個 817萬票 要怎麼去合理解釋 是 當然 站在我們政治科學的立場來講 可以做出非常嚴謹的解釋 事實上 我曾經提出一個 呃 模型 呃 呃 呃 去解釋這個 蔡英文跟 呃 呃 韓國瑜的得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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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 並不意外 呃 呃 當然有些人會意外 像韓國瑜 韓粉是意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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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想到他會贏那麼多 然後他可能也不覺得自己有那種財德能夠贏那麼多 但是結果是贏那麼多 所以要怎麼解釋呢 所以我在看他在選後的時候 他有螢幕 他講的幾句話讓我滿意外的 就是說他這個提醒民進黨人不要太高興 因為在這個選舉過程裡面 人們對他跟民進黨也有很多的責備 責難 基本上就這樣子啦 我覺得台灣選民 台灣選民基本上是兩害相權齊齊輕啦 你摸一個角度外套是這樣 他們領土讓蔡英文連任外面的表現 跟阿強太勝了 這很多台灣人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兩害相權齊齊輕 雙計兩兩都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第三個選項 也沒有第三個 你覺得客觀上也沒有第三個選擇 就兩個選擇 兩個選擇的時候 你就選一個比較不那麼壞的 所以有人提攬評伴 也不是沒有道理啦 那教授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問題想要插一下 就是說那如果說像是我們台派的人 他們覺得說蔡英文不是什麼理想的選擇的話 那當時你覺得說 呂秀連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他連第一個階段的連署都無法通過 是他個人的因素 還是說台派自己的因素 就是 我這樣講 我無意得罪任何人 那我這樣說 呃 你說魯秀連前副總統 是逼插英文 都比較 都比較適合去選總統 同樣也是一個 就是說兩個人去逼 什麼人比較好 就斷的時候 把公共的主言 就沒辦法去到天了 嗯 跟人家說 這樣 嗯 那我剛剛是想要請教 所以你覺得這個台派他們這樣子的 或者是這樣子的認知的話 到底他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蔡英文其實 過去已經表現出很多一些端倪 是他根本其實 不太屬於所謂的台派 因為他之前就 2000年就說過 說這個 未來一中是唯一的選項 然後他其實 我們也看到他2020的時候 也說過這個所謂中華民國 絕對不是罪字 在那個選舉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竟然揮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其實整個看起來 跟國民黨就已經是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 這個他們這個認知 就是說我主要問題是 蔡英文跟呂秀蓮的相比 或者是說蔡英文其他 理想台派的相比 他們是怎麼樣去傳承這個狀況 是一個模糊的名詞啦 呃台派到底是指誰 呃我想說如果真的 客觀上存在一個所謂的台派 可以可以 如果是可以概念化 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 如果這個概念是可以操作的 那我也 可以很清楚的講 如果有一群人叫做台派 那麼決定他們的 投票行為的因素 也不會是 這些統獨的傾向而已 還是會有其他的因素 會影響到他們的選擇 哦 所以 呃 尊甘難說 這個投票行為研究的 這個 1950年代就得到的 一個 mediocre 意率就是說 選民投票行為受到 三個因素的 一個是條件的影響 第三個就是議題 的態度 那我們不能光從議題的態度去 呃 去推論說 那 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定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兩位是不是了解我的意思 也就是說 蔡英文可能事實上後來的演變也看得出來 她其實其實是比較接近李政委會生死的立場 那個甚至比李登輝總統還退 退差不多一萬步也說不定 就是說在統統擁有這個問題 但是在一個重要的選舉裡面 人們不是因為單一因素的考慮而去投票 兩位是不是了解我 人們不會去投票的時候 腦海裡面只是想說這個人是同還是賭 他們想很多其他的因素 但是如果以蔡英文來講的話 我覺得她包括您剛剛提到的初選 還有她過去講的司法改革也好 轉型正義也好 或者是甚至我們如果去仔細看 她對於這個所謂 中國的進出口貿易 新南向的進出口貿易 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等等的這些措施 都可以看得出來不僅是馬歸菜水 而且其實對中國的這個依賴度 也是甚至是有增無減的 那我不就是不太曉得說 他們腦子裡面考慮的其他的所謂其他的因素 可能還有包括哪些 是如果就誠信 或者是就整個的政策跟國民黨的差異來講 我覺得整個都不是太大了 甚至她一開始用的人 甚至她都講說那個威權時代誰沒有選擇服從 所以我只是不太了解 就是說他們還可能考慮什麼其他的因素 這樣 那當然有很多了 第一個 對韓國瑜的所帶動的韓流的恐慌 不希望韓國瑜當選 這個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而這個因素的現象 不是只是韓國瑜的人的因素 這個是想說反映出來的整體 我們巨大多數的台灣人 對於中共這樣的一個獨裁政權的一個厭惡 然後這種厭惡又投射在這個韓國瑜的身上 所以不管蔡英文再怎麼樣 就算她是中華民國派 對她是現狀派 如何如何都比讓韓國瑜來主導台灣的政治都還更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沒有另外一個很清楚很clear third choice 就是說有另外一組候選人 是更好的情況底下 所以就會有那樣的八一期的結果 OK 好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訪問我們尤教授 亞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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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 台南市长黄伟哲敬培莫座第六名 所以呢 因为是六都 所以总共只有六名 没有第七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民进党 他们好像都是在后半段 那这个跟以前的情况 好像真的也是差蛮多的 等一下我们会请尤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第十三点我们也是注意到眼睛一亮 关于蔡英文总统的声望 最新民调显示在20岁以上的台湾成年人当中 约四成六基本上赞同蔡英文总统 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事成一不赞同 赞同者只比不赞同者多4.4个百分点 那我记得呢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有些记者就直接把他换算说 这个叫做五百万的支持度 不见了 那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请尤教授 来跟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来看说 从政治行为上面 为什么蔡英文的民调会上市了五百万 就人间蒸发 不是人蒸发 是人间蒸发 要不要讲清楚一点 那给我们先来请尤教授 教授 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六都市长里面 民进党这次看起来都是后居 敬培莫座啊 OK 我想 先谈一下这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汉肺炎五夜风暴下河 台湾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民调的时间呢 正好就在五月中 五月十五月二十 这个做的 执行这个民调的时间很重要 那是五月十七到五月二十 也正好是 五月十五号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他去宣布说 台北 他是宣布说 确诊人数已经是空前超过一百八十个 然后陈时中就讲说 从今天开始 台北市跟新北市进入三级警戒 那个是整个疫情发展 从去年 二月开始到现在 第一次台湾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五月十九 这个因为疫情更严重 所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这个全台进入三级警戒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的确台湾已经被减入了五月的风暴 五月的疫情风暴 这是很明显的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调查 涵盖的层面很广 可能 不是可能 应该说很肯定的讲 就是第一次了 这个 民调比较有系统的去了解 在这个五月疫情风暴下 台湾人的感觉 就是说对这个疫情的 对他的创业多大 对他的 他是不是会烦恼 他还是他的亲人 会去 去黏着这个 武汉的这个 危险 还是说 他是不是会烦恼 他的感觉和他的 收拾和收入的影响 其实很多很重要的发现 这个 方光说 台湾人是不是 对这个 这次的这个 这个疫情的伯法 感觉他到底是天災 还是人货 就是天災还是人货 就是天災还是人货 这是他们所造成的 或是说这是 根本就是台湾人的 人要拿这天災 没办法夾面 像这些都很重要的问题 而我说 问说 台湾人感觉 多久之后 就能 重复正常的生活 嗯 这全世界各国也有 在做这方面的调查 啊 啊 这结果 其实都很处理 啊 呃 呃 呃 五月二十月的时候 这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是 大家 大家猜 呃 十二三天过后 我看台湾人 现在感觉 可能不是这样 嗯 可能 没有三个月 没有半年 甚至半年 以上可能 没有那么多 多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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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所以有些特意在讲说 看好了世界 台湾在示范一句 就是说 在两周内 回到正常生活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这是苦笑啊 嗯 对 这是 呃 这是 很处理的 很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要讲的 都是六度的这个 这个 事情 呃 呃 因为 我们是 五月十四到 五月二十四到 那里面做 啊 刚才疫情开始 呃 呃 变得很严重的时候 啊 所以那时候 呃 其实做什么六度的比较 呃 呃 差不多是一个 呃 是在测量 一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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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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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 十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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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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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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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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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政治語言也引起了這個 得到這個媒體的經濟報道 然後他那種說法也正好 契合台灣人那種恐慌的這種心理 所以如果問就是說什麼人表現比較好的時候 人家去想就好有意 雖然我個人來說 我感覺他我也想買一個臉書 那這個媒體也有很多 就用一波很明確的說 柯友瑜有必要真的這麼講嗎 看起來那個疫情當時來講沒那麼嚴重 他為什麼一定要喊封城 為什麼一定要講方艙 不會太誇張了嗎 但是台灣人在富汗危險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心理上的恐慌會讓他聽到工程 哇就要還有什麼方艙 好像說柯友瑜在領導輿論那樣的感覺 我覺得有作為 總體之下像南台灣兩個陳其邁和黃偉澤 總體那時候也比較沒意見 地方上也沒有什麼疫情 所以他們也無從表現 但是客觀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的測量當然是可以相當程度 反映當時社會大眾的感受 就是說什麼人在防疫表現上面比較積極 而且比較好 人們就是會講說就是柯友瑜跟柯文哲 但是我要再講一點就是 就這方面來講 有人就是說 當然他們兩個好啊 因為他們就是 嗯 就比較負荒度比較高嘛 不過 我們也不能排除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這個雙北市長可能也是 就是阿斗型的這個雙北市長 可能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們也無所作為 在這種如果是這種情況底下去做調查 他們也可能是最後一名或最後第二名 你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說 情勢大概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 到目前為止來講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感受 還可以相當程度反映全台灣人的感受 就是說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誰比較好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趨勢還是 那這樣的話 所以就是說您的看法就是 因為他們就趁勢 然後在這個聲量上就是大聲的起來 所以就等於是吸引到了全國的這個目光 大家都想說 他們是第一現在面對這個疫情 然後在那個時候 他們也是這樣子的那種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就講話 那不管講的是幹話 或者是講的是好話 或者是講的是那種大家喜歡聽的話 那大家覺得說 哦 所以可能就是有這樣子的一種的情況 然後在危機之下 就這樣子把票 投給他們這樣的情形 那您怎麼解釋說 這個桃園市長鄭文燦他排第五 那但是他其實平常也是做得不錯啊 可是這一次好像 聽說應該是從諾富特那個地方 開始就是疫情這樣子爆發 那這個排名 是不是因為也反映出說 這些台灣的百姓 他們可能就是認為說 他是始作俑者 或是說算是罪魁禍首 有沒有這樣子的可能來解讀 這樣子的一個排名的次序呢 順便補充一下 其實鄭文燦曝光數也蠻高的 他不是找了三十幾個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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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很厲害 對啊 我們就要請教教授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他的520以後的事情 這個當然也蠻好笑的 基本上就是 那個 我們那時候問的問題是說 我當這一波疫情爆發的時候 六都市長都動起來 要 持平的東西 這種文字在敘述 那我們就問 目前為止 在六都市長當中 包括柯文哲 侯友宜 鄭文燦 盧秀院 黃偉哲 陳希曼 您覺得表現比較好 然後複選 你可以選三位 你覺得誰表現比較好 你可以選三位 然後甚至於 就 柯文哲 侯友宜這些順序 我們還做隨機的這些處理 就是說 不是每一次出現都是 柯文哲 侯友宜 也可能變成成 陳其邁 黃偉哲 會先被提到 這是 研究方法 結果就先不提 基本上 就是說 桃園因為這一次 疫情爆發 最早也是從這個 黃航機師 然後才 諾富特 對 東湖是 首當其衝 啊 東 東的防禦 但是地方也很難持其咎 因為跟地方有關聯 然後在那段時間裡面 六都市長吧 不好 比較強勢的去挑戰 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所以 明天對於這個就沒什麼興趣 都做一些比較小的事情 小動作 做成新聞 這個 這個 狗咬人不會是新聞 人咬狗才是新聞 啊 這種情況你知道 侯友宜說 啊 方艙 要不然這個封城 哦 大家這樣 都 走到那邊 然後 當然他是一個急診室醫生 這一次出來 他總是他比較有經驗 他就會去 分等級啊 這個 這個確診者 重症應該怎麼樣 輕症怎麼樣 沒體重處理怎麼樣 然後 他都就是駕輕就熟 嗯 所以 聽柯文哲的那個記者會 真的是感覺他 還蠻專業的 這都有原因啦 都有原因啦 哈哈 民調 民意是有一些規律性 不會說 這個 這個混亂的這種 狀態 那再請教一下教授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解讀 成為說 陳其邁第四 然後再鄭文燦第五 然後黃偉澤敬培莫作 基本上也是反映出 選民 他們對 或者說台灣人民 他們對這個 中央 躲躲 可不可以這樣子來解讀呢 因為你之前 在這個 在這個觀察之前 你要列出幾點 就是說 也像你剛剛所說的嘛 就是你們在做民調的時候 有問到說 你對這個武漢 武漢肺炎的這個疫情呢 或是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呢 感覺如何 那大家都是感覺 惶惶不安嘛 然後再都是對未來 還充滿了不確定感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也會反映在 這一些地方 政治首長 然後他們的所屬的 這個政黨的 這個背景 的這個喜好度 嗯 我覺得 我提出一個概念去 形容這樣的一個 現象的出現 就是系統性的崩盤危機 系統性崩盤危機 意思就是說 什麼叫系統性 系統性就是說 不是單一 而是一個有系統的 這些崩盤的這些跡象的出現 那 蔡英文總統的聲望 下降百分之八點七 將近九個百分點 這也是很少 然後蘇貞昌 領導的內閣的這個施政滿意度 這個也重挫九點五個百分點 再加上這個民進黨的支持度 這個重挫十個百分點 包括甚至於動作型的這個 阿中保定 陳時中 其實這個 受肯定的程度 也有顯著的下降 過去比啦 過去的 比起來 阿中保定性的 現在已經不是性 只是 還是肯定這樣子而已 延伸下來就是 地方執政的這個 山都的市長 所以 這個 很通常 這個民進黨政府的 系統性的 一種 民意支持度的 大錯犯 展現在 展現在這個 地方的 這些六都市長的 這種 肯定度上面 其實 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再提起來 就是說 我們做的調查是520 517到520 反應那一個 特定時間點上的民意狀態 從520之後到現在 疫情有非常重大的變化 對 然後 這個 確診人數 局勢上升 現在已經超過9000人 嗯 呃 也是 這個破百以上 所以 然後 人民的生活 工作 全面性的 受到衝擊 對 你想 你說民進黨的 民進黨在520已經 出現出來 系統性崩盤的危機 各位要至於 我講危機 意思是說 它有這種可能 系統性崩盤 真的崩盤 現在只是危機 啊 如果是事實 就是崩盤的幫 那就可能 黑英文的支持度會 再往下滑 啊 然後民進黨支持度再往下 整個蘇內閣往下 呃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啊 所以 呃 趨勢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目前的 底下 呃 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 民進黨的 這一個 嗯 政府 這個 府院黨 現在是面對的 非常強大的 這個 壓力 那這個壓力 嗯 嗯 這個 到底 大到什麼程度 會造成什麼樣的殺傷力 呃 看起來傷害已經造成 目前最重要就是說 他們如何 在疫苗 側上面 能夠 扳回一層 但是 扳回一層 是齁 因為我 參考過您的 在3月的時候的 這個熟面資料嘛 然後在3月的時候的 這個民調呢 那個時候看起來好像還沒有 像現在這樣子的情況 是不是 嗯 這個就顯示出說 這應該就是顯示出說 您剛剛所說的這一個危機 那再 好像要扳回一層的話 好像感覺也是非常的困難 那您覺得說這個 會不會造成 在8月的時候公投 然後再就是 大家都把那種氣 都出錢 都投在這個公投上面呢 很有可能齁 嗯 台灣 這個 我們常常說謙佑台灣 能夠 我 蔡政府的 除了靠自己之外 嗯 還有 一個重要因素 嗯 一個就是 國因素 一個就是中國因素 在短期之內 呃 會怎麼樣幫忙台灣 大概也蠻有限的 在疫苗上面看起來 因為那時候 李英傑已經講了 這個台灣 好像說台灣人 西醫不夠多 然後確診 不夠多 欸 政府在這裡 他覺得他去幫助 中南美 可能會比較需要 我倒是覺得 中國的因素 比較難測 嗯 如果 我在這一次 嗯 我不曉得他們會怎麼做 不過如果他們做出的一些 動作或一些 呃 行為 呃 會 嚴重 刺激 台灣 台灣的人心 啦 台灣人心的時候 呃 可能 呃 對 蔡政府的整體支持度 可能會 有所幫助 蔡政府的這個 民意支持度 一直都處在一個很微尿 對 內外因素的這種動態平衡裡面 呃 五月的時候 民運黨 這個政府整體重挫 是因為在那個時候 嗯 美中的這種利多因素都不存在 啊 啊 看起來 阿強也沒有做什麼 特別給台灣人討厭的事情 呃 呃 所以 然後 美國 呃 也沒有說在怎麼樣的 呃 呃 對台灣 呃 有什麼重大的援助 呃 美國聖丹 如果沒有了 沒有吃美國聖丹 也沒有 鳳梨效應 嗯 然後 內部 接照黨公子問題 然後接下來 又是 呃 令人難以自信的 呃 三十年來的 四次 呃 大停電裡面 有兩次 五一三跟五一七 嗯 呃 光球中心 那接下來疫情大爆發 嗯 所以 呃 其實 很多現象是可以解釋的 真的 機可行 嗯 謝謝教授 這一段的 訪問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請教授一些 呃 比較更深入的一些問題 我們先坐快一個 跟輪了 別人 足夠 好 見 大 太 我 elementary End 所以方才听到这个 尤教授他的这番分析 我觉得是还蛮有意思 而且也应该蛮符合当前的状况 当然他讲得蛮清楚 就是说那个民调是在 5月17日到5月20日之间做的 所以过了这么多天 也许是会有变化 但是也许其实这样子的趋势 是会继续维持 那您自己听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感觉说 应该教授他分析得蛮不错的 那我们之后其实也会 把这个教授他 接下来的这个访问 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但是呢 就这两个议题来讲 其实民进党这个系统性的崩盘 我看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你再注意看 最近这一个网红 我其实把这个网红 他有没有出动 来当做是一个指标 网红出动的越凶 那表示说民进党 其实他们越发现到说 不对劲 他们好像可能真的是 快要系统性的崩盘 所以当你看到说 新北侯友宜 还有这一个台北的柯文哲 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他们 但是他们真的都称到了 这些声量 然后称到了这些声量之后 你看这些网红 有没有出来打他们 有哦 打得很大力哦 一下子笑说 这一个侯友宜要建方舱 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政策 都可以公开的讨论 但是执政党这种 这些网红1450 还是说这些支持执政党的 所谓的义勇军 我给他quotation mark 义勇军 那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 在那边一直在那边 帮这个中央来护航吗 对不对 其实与其帮中央护航 我倒不如觉得说 你倒不如去好好的 帮来督促中央 然后再来呢 小骂大帮忙 这样子搞不好 还会让人民的观感更好一点 但是哦 在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事态已经在那边 大家真的就是很痘痘 那从这次八月的公投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啦 嗯 我有注意到说 其实 例如说我们的 自己的一些网友 我们也知道说 他们可能原来是 蛮支持这个蔡同学 在2016年的时候 但后来 也因为可能就发觉到 蔡同学不对 也有可能是 文正教授的这个人气很高 影响力很大 所以他们也慢慢就是 来不支持蔡同学 但是我们很清楚 他们都还是非常的台派的 然后他们其实 我就发现到 有些网友 他们非常台派的 这些网友后来也都 会去给那个侯友宜那边按赞 或者是去侯友宜底下鼓励他 甚至去转贴侯友宜的贴文 就是例如说侯友宜说 他们又见了多少个 那个快筛站嘛 然后就会变成说 比较方便 然后可以有试图增加 他的那个筛检的能量 那我觉得说 当然也不能说 侯友宜或柯文哲 他们就只会叫说要封城 或者是只会 叫一些有的没的 其实他们一定就是还是有 打到一些 就是说到一些其他的人 觉得说还蛮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不相信说 这个台派的网友他 或者是这些台派的网友 他们不知道说 侯友宜曾经抓郑南荣或者什么 可是他就觉得在这个当下 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比中央 还要值得信赖 或者是说 他们至少对于控制疫情 有讲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不要像中央那样 只会去护航所谓的国产疫苗 甚至因为这个 去黑其他的这个什么 外国的疫苗 没有通过第三期的 我是非常的有些觉得说 这样是真的蛮糟糕的 而且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或者是说比较不可思议 是说有些我们比较尊敬的一些人 他们也去相信 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可以证明像您说的 可能这些什么网红啊 这些测译啊 什么都出动了 来透过各种的学者专家也好 甚至有一些像是陈建人 我就不相信 他不知道说这种双芒 是不可以先讲 可是他就来接受访问 然后说什么 他接受测试 然后这个疫苗是很安全的 我觉得这些人 这是很糟糕的地方 是他们明明有这个专业 然后明明就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他们刻意 就是去破坏他自己 践踏他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 这是我觉得说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加速这种系统性崩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其实你再注意看 关于这个民进党 他处理这个疫苗的方式 我觉得给这个民进党 其实是大大的扣分 他叫这个范钢号 OK 来这边胡扯什么 二期够了不用做三期 拜托 你注意去看 再讲清楚一点 不是说国外三期没有做 OK 也不是说他们做完 二期就直接跳出来 而是说 他们在做三期中间 OK 有一定的这一个 检验的报告的结果 就是说有一定的 这个测试的结果 有一定的量 对 而且有一定的量 还有几万的 几万个人在做测试 做第三期的测试 那第三期的测试中 然后因为 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安全 上面的这个评估过 然后也有在这一个效能的评估过 所以他们就决定紧急授权 紧急授权的意义在这里 OK 紧急授权不是说你做完二期 好 fine 然后再就可以直接做 他要看说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的话 拿出来做什么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有效果的话 FDA才会approve 你今天用一个 比较落后的国家的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的 这个紧急授权法 然后在那边胡扯瞎扯 我觉得说你这样子 倒不如去敦促这些 执政党的这一些立法委员 OK 怎么样把法律给他修改好 然后把它修改成为说 可以紧急授权 然后但是又不会 罔顾人命 也不会罔顾这一个疫苗的效能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看所有的执政党在做的东西 完全都是扣分 结果扣分以后他在做什么 大家就请李兵颖医师 就是一个小儿感染科的医师 然后出来讲说 为什么要黑国产疫苗 拜托你这样子 我很尊重李医师他的专业 但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方向 我现在讲的是方向不是专业 方向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网红 没有知识的网红 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网红 他们来带风向 有知识有专业 有reputation的网红 他们来故意划错重点 你这样子的操作手法 人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台湾真的有那么笨吗 我不觉得啊 台湾人他们连在公投议题上 都懂得自我取舍 然后都知道说 什么时候要听民进党的 什么时候不应该听 然后在什么是对他是有益处的 什么不对他没有益处 这个其实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 跟邮教授会继续访谈 然后会深入的去探讨 然后帮大家一起来做分析 不过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任何这个执政党 他们有加分的迹象 是但我是觉得说 到底我们要说这个是系统性崩盘危机 还是说这个对人民来讲 反而是一种转机 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啊 这是一种校正回归 对对对 这个校正回归 对因为 其实邮教授的那个民调 他是绝对不会校正回归 他那个是非常专业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如果那个 对于人民来讲的话 那有公民意识的人民 有机会 慢慢发现说这个执政政 执政党不行 然后去教训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所以这个也许对人民来讲 倒是一个转机 但是如果说 对台湾整体发展而言 那么之后也没有一个非常 匹配的政治人物 可以上去地补这个位置的话 这倒是真的是一个危机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还是继续保持这个公民意识 然后保持清醒 让政治人物自己 之后上去的人也不敢懈怠 这才是我觉得我们做这种节目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这样子 是啊 最后再补充一点 其实中国有一些俗语 或者是说古代人有一些智慧 还不错 树倒狐尊伞 对 然后当树快要倒的时候 那些狐尊就会赶快各自逃命了 OK 然后本世同龄鸟 什么大难分头飞 大难来时各自飞 我觉得我们之后在谈论文门的时候 大家会更清楚 你看英国的自己LSE里面的人就打起来了 所以你把这个情况 你把这些尝试和道理放回来台湾的政治 其实还是有救 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营的这些人 或者是说有一些台派议事的人 甚至是蓝营里面 他们心中是比较本土的 然后在热爱台湾的 他们其实到之后看到情况 他们就会站出来 只是那个时候 台湾就必须要跟串的蛋 因为台湾他要面对一个恶邻居在隔壁 那你要先选择说处理好内部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常常在想 当这个蔡同学 他被推下来的时候 这个树要倒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任期已经过了一半 第二任的任期过了一半 那现在你要考虑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现在要考虑的是还有他的接班 然后这个剧本要怎么写 然后再到最后 他的这个情况是要怎么样来把这个政权给转移过来 然后再还要继续下一步就是说 你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你下一步要怎么去走 要怎么样去说服另外一边的人 台湾要面临的 台湾要面临的这个未来的路 它其实是随着这场疫情 然后逐渐的一一曝光在台湾的人的眼前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即使是台派的人去执政的话 我也不太喜欢把它看成是接班 因为蔡同学这个这种人最好是没有人接班是最好 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这样子 对 我的意思是说台派的人他们如果能够证明说 我们执政我们除了强调所谓的独立建国 然后证明制限 然后入联公投之外 我们还能够把一般的政策做好 让一般的这个民众他们也能感受到说生活变得更好更改善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不冲突的 那现在是因为 现在是因为这个不但是独立建国是根本没有要做 或者是转型正义玩假的 而且连政策上全部都是现在 等于是疫苗就等于是一种系统杀人 因为你就是拖延时间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从生活 从各个基本的议题去让人民可以得到满意 这是我们很大一个资本可以去说服大家说 去支持我们这个理念 而且是很基本的一个部分 但是 你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 整周海寥寥 那怎么能够是 那个有本土意识的人 或者是说有那个绿色意识的人呢 那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 难营的这一些执政者啊 而且看这个趋势的话 民进党他们的这一些候选人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一些准备要来接棒 OK不要整个接班啊 在本土意识上接棒的这一些人 他们其实都排在后半翻耶 所以其实我觉得总共还是做公民意识啦 好那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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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